Hello 大家好 我是威夷 這邊是依福老師 那你們的歐文今天不在 歐文去哪呢 歐文去 他去搬家 他去搬家 對 他最近搬家 然後我想說 這個應該剪頭髮自己可以拍 然後就想說這樣架著就可以拍了 就不需要他了 他去放假一下 那今天主要是來想說 可以分享一下我這個劉中藏髮的心得 因為距離上一次 上一次找你弄的時候 硬乾的時候是很短 就是六月的時候 應該說我覺得今天 主要跟大家分享 我留應該半年吧 還是一年 沒有半年 六月燙捲 六月燙捲 六月一號 六月一號燙捲 但在六月一號之前 我們碰到那一次 你叫我開始留 三月 三月 然後現在今年是一月 二零二三一月 二零二三一月 所以十個月嗎 怎麼算數到有點糟 呵呵呵呵 差不多啦 十個月 總之就是半年多的一個心得 然後從我很短 我上面那時候是這麼短 然後旁邊是推廣 我從那時候遇到 EVE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我可以來留中藏髮 那我們就 好 從那個時候開始留 四月留到六月 對他跟我說三個月 留三個月 然後來找他弄 OK 然後當然這個三個月 是稍微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就很想要 馬上弄 當然我們到六月的時候 大家看到影片 超短 還是很短 呵呵 頭髮還是很短 但就是他 林北也把我捲起來了 對對對 所以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第一次 來找 衣服老師用 燙捲之後 當然 就 超帥的 很像 阿尼基 是阿尼基嗎 阿尼基的帥 對 不同的味道 OK 然後大家看到現在的樣子 已經是 半年了 對 就是半年 半年的時間 半年就是長這樣 這時候你完全沒有抓東西 完全沒有 然後我幫你收到你的護髮油 我也沒有洗 早上沒有洗頭 就是早上睡洗 就這樣 就這樣 然後就出門 我現在這種頭髮 就是 伊布老師說是叫 經典 中長髮 那 所謂的經典指的是什麼 就大概 二三十 你看到二三十年前就有 這造型二三十年前就有了 大安娜王菲 只是 只是我覺得 大家一直沒有辦法去想像 亞洲人用這種頭的造型 所以你會發現 不管在二十年前那種香港 那種像 有德華 或者是 張國榮 陳怡賢 對 他們留的頭髮都比較偏直 或是他們本來就有自己的自然卷 大家一直沒有辦法想像 這個頭髮放在亞洲的身上 即便你看到日本 大家的中長髮也是比較偏直 或是他們 造型師幫他們加一點捲度 而是這種 比較豐富的捲度 我覺得比較歐洲的歐美感的這種捲度 好像一直沒有人去做一個經典環環 那我為什麼會做這個髮型呢 是因為我自己看美劇 然後覺得說 為什麼他們外國人那種短捲 這種長度可以這麼好看 那調來這麼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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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 而且我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要留長頭髮都一定要留一年 我想說那我來做看短捲的過程 其實我就試在我第一顆人身上 然後 幹 我都發現幹 這很好看 然後我就想說 那瘋狂來做這個髮型 然後就到現在 就是你在越做過程裡面 你就大概越來越知道 怎麼樣讓亞洲人的整個 譬如說他留頭髮三到四個月 旁邊有四五公分的長度 去做個短捲 然後留長 會到什麼樣子 大家看過我IG就會看見吧 從幾月到幾月 中間就是來幫他修一下 然後頂部長出來 可能瀏海在那邊補上一下 整個型就會跑不開 那為你自己在整這個 頭髮 譬如說 你覺得跟以往短髮很差 早上起來 第一個就是 早上起來大概是這樣 是吧 就大概是這樣 那我個人覺得 最大好處就是 用起來沖水 因為短髮 會翹 會翹 會壓 例如說你頭腳 翹的地方 對 然後或是會整個這樣分邊什麼 然後這個 這個頂多就是 或許可能會有點 你在睡的時候 可能稍微炸開 但是 你撥個水 就是長這樣 那如果 如果你真的還是不能接受的話 他還可以綁起來 對 他還可以綁起來 綁這樣 像我現在 沒有辦法整個包頭 但是綁個公主頭 是沒有問題 對 那這樣子馬上 咻咻咻咻 就可以出門 我覺得這是對我來講 很方便的 一點 對啊 而且我個人就很喜歡這種 這種感覺 亂亂的造型 不是 現在這個動作 哈哈哈哈 對 都波羅馬了 因為我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我個性沒有到這麼 Yeah 活潑 那是因為在鏡頭前 對 我平常就其實蠻悶的 蠻悶就是酷酷的 然後我就會這樣 我喜歡這種 的感覺 我有覺得跟我以前 我覺得自己流 我流過一次 我前陣子才在IG分享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原本流很像野人那個頭 對 那個頭就是那時候都沒有什麼 像你說的剪裁 你不了解嗎 這個圖 沒有什麼絕對 就燙過一次 那有燙過 好像有 我忘記有沒有 應該是先 很短的時候燙過一次 然後就流流流流 那這邊都炸出來 就整個 然後 而且很直啊 對很直 因為上面都是直的 然後就很野 很像流浪漢 那就受不了 你就把它剪掉 對 因為我覺得 每個人 都想流長 可是 流到都變流浪漢 對 流浪漢你就受不了 就剪掉 流長流好就隨性 流不好就隨便 對對對 就隨便 那基本上每個人 如果你要自己流 那肯定是隨便 因為你沒有 你中間都沒有正面 我覺得沒有正確的觀念 對 我覺得你知道我在做這髮型之前 我看到很多YouTube的 YouTuber他們在流浪漢 他們講錯你知道嗎 講錯 又是硬流 戴帽子硬流 我真的覺得不行 可是我覺得不可能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又不是每個人工作的都是創業家 對 或是他們是自由工作者 對 其實自己接愛嘛 對 很多人都在上班 或是銀行或是金融業 你要接觸人 對 對 也不可能這樣硬流 那我覺得還有就是 大家對這髮型 我覺得普遍上來說 覺得流長好像比較沒精神 對 可是我們現在流行的流長 其實我覺得 比以前的看起來更專業 或是 真的 對 看起來在做事情上好像 更有分量 比較那種男人的那種 風格 還是鬼靠 不會講 對 沉穩 對沉穩 所以我們在推這髮型 我覺得 真真實實的 給我們生活上帶很多便利 而且我覺得 欸我留這個髮型 我的 工作運也 圖不很多 圖不很多 對啊 而且多一個話題 欸你的頭髮好酷喔 對啊 對啊我頭髮 然後就會 開始聊聊天 多一個 多一個話題 多一個話題 而且最常被聽到說 欸 我第一次看男生流長髮是 好看的 啊 對不對 你應該是只要流長好看的 都會被問這個 都會被講這個 欸我第一次看男生流長 都是好看的 但是其實 我覺得以前 我覺得就是我在做這個設計 得到我覺得最大的一個靈感 喔 對 針對亞洲人的這種捲度 然後流長跟剪裁 去做的這個設計 完全沒有人教我 我自己想 超猛 真的啊自己想 你應該是從自己開始嗎 因為我記得你原本也很短 對 你認識我的時候我超短 超短超級短 超級短 我只覺得這個人帥帥 但我不覺得他 就是有什麼特別之處 但是我覺得他 他那時候他自己就開髮 年輕有耶 好厲害 但就短髮 沒有什麼記憶點 但現在就是 搭濕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啦 我覺得他頭髮剪掉也沒那麼 哈哈哈哈 沒有 欸這個說服力 我覺得這個 很好 我覺得你是幫大家圓夢啦 對啊 現在大家都叫什麼 木村破災什麼製造流水 哈哈哈哈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 一個圓夢的 的過程 我們今天會稍微修一下 對不對 像邊講很多 什麼東西弄 那就是你邊弄 那我就邊跟大家聊天 對 OKOK 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這支影片 可能會有點長 就是 閒聊啦 閒聊 我們用閒聊的方式 來拍一支影片給大家看 就是 跟大家說 有一些東西 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怕不適合當主題題材 因為那個就 我覺得太表面 對 因為這個關乎什麼 你每一天的生活 對 這種髮型 就跟枕頭 床 買好一點 很重要 對 因為這是 你每一天的生活 休息 你多少時間 你三分之一的時間 在床上 所以 枕頭好一點 讓你好睡一點 這些都很重要 對 現在頭髮也是 因為我們每一天 你 你都會 呃 應該說現在的人 追求 儀式感 追求生活美學 對 對 那已經不像以前了 因為以前的工作 是耕耘嘛 你自己種 你自己 自己 畜牧 你就有飯吃 但現在不一樣 現在的工作都是關於交際 對 你都需要人與人的接觸 那人與人的接觸 就演變成 呃 這些東西很重要 關於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天的生活 的狀態 嗯 那 我覺得 邋遢 邋遢 我以前很邋遢 但邋遢不是一件好事 邋遢 會越來越隨便 然後 現在需要儀式感 對 那儀式感 你儀式感有了 你想要隨便 那是一種個性 嗯 對 我可以隨性 我會變隨性 我就不是隨便 對 那 頭髮也是 那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 呃 我一直在愛照 衣服老師用 而不是說我今天弄一弄 然後去找別的設計師用 有一些 錢 我覺得不用省了 不是 不是說 這個不叫亂花錢 因為對我來講 這也是投資 投資在自己身上 那個造型 為什麼需要 一個設計師好好的來維護 而且 呃 不是說 隨便一個設計師 是 需要他懂 這個髮型的 那大家就是 你可以很明顯看得出差異嗎 你有照顧的頭髮 他是去栽培 他知道哪一個環節 哪一個長度要做什麼事情 要什麼修 對 然後頭髮長的時候是長怎樣 對啊 那確實這個過程 我覺得 蠻需要的 應該只是稍微修一下吧 應該只是稍微修一下吧 對阿 你的不用 稍微厚薄度調一下就好 其實也不用怎麼大動 然後抹一點那種保養類型 就好 經典造型 一個好的頭 確實 幫助很多 加分很多 穿衣服也會變好看 對啊 那最主要的是 我們每一個 男人 都可以完成 一次 長髮夢 未來 你要不要剪掉 都可以 但我覺得 真的還蠻苦力大家 留長一次看看 你會想間斷嗎 目前不會 完全 目前不會 因為我覺得很好看阿 你會覺得熱嗎 不會 其實 那為什麼我現在會覺得熱 我自己也覺得還好 熱嗎 就是會覺得 留長髮很熱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留到屁股 我也不會悶到阿 我是覺得沒有覺得熱 而且 而且 流一點汗還蠻酸的 你說會有點濕濕的這樣 對對對 而且每一個人 流的 感覺都不一樣 因為像我是屬於 我流的時候 你看我瀏海沒有那麼長 因為 衣服老師幫我用的是 比較短瀏海 比較短瀏海的 然後後面比較長一點 然後這邊也有做比較壓貼 然後可以讓我 把頭髮往後撥到耳後 對 耳後這樣子 所以其實會有一個型 是長這樣 對 對 這樣子的型 這個整理 我也沒有去調什麼 髮流 因為照理來說 我們去出外景 我們在做造型 一定會怎麼樣 打濕 然後也在髮流調一下 可是我覺得燙到頭髮 基本上它就有一個基本的膨度 然後那個髮流 基本上像我在做設計 一定是稍微磨一點東西 它就會 弄成我們設計的樣子 設計的樣子 喔 而且大家沒有 一個關鍵 剛剛都沒有拿吹風機 對啊 我覺得 這個很重要 你不可能隨時都有吹風機跟梳子 然後那邊 還沒吹分線 對啊 而且自己不會用啊 重點 對 所以我不可能 去弄個頭髮 然後自己在那邊 除非你是藝人 對 或者是 你有專業照理是在跟 盯場 對 但普遍的人 我相信 不可能 大家都自己這樣弄就出門 對 尤其看不到後面 對啊 給大家看後面 看在後面 喔 頭髮那麼多 我都不知道 對啊 很多耶 而且這個挑藍就很好看 喔 原來我的挑藍到後面 你看像我挑藍 我只有挑前面 可是它會隨著頭髮流動感 它就會掉到後面 像這邊你看 它就會一點點動 真的耶 所以挑藍 男生挑藍 我自己設定 我會挑到這邊 OK 因為這樣整個放過會太多 所以我們只要一點點的線條 就好了 像這樣 沒有一點點 它就好像整個會到後面的感覺 好漂沛喔 對啊 而且我覺得你用這個真的是 適合 而且我們蠻多客人看你的影片 就是你可能總六月用完 後面都去拍一些其他的 就是主題吧 他們就會去觀察你的頭髮 說欸 他頭髮變得好好看喔 可能都去跑過來用 有有有 我有遇到 海上有遇到 而且他們都說 我有去找 找衣服老師 然後每個都跟你找衣 而且我跟你講 這間店有一個魔力喔 就是大家進來的時候 然後一開始都 嗯 頭髮不行欸 然後弄完說好帥喔 好帥喔 然後又看到旁邊 欸你也好帥 你也好帥 然後我們就說 阿不覺得你用 更靠一個更靠的 你知道嗎 大家叫我穿一個宗教 中常法教 中常法教 然後每個人出去 都那個 哇賽那個自信 對啊不一樣 那個 給大家講一個觀念 我在做作用法 我會看一些reference 嗯 那我覺得這種好看是 大家有沒有注意 為什麼這種好看是 因為我們解完不會一樣 蔡英文套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這邊 這個東西 你們抬頭一下 這個東西 這個線條 喔 這很重要 這裡喔 對 它會像 像一種那種 鬚鬚的感覺 有種程式感會跑出來 這是用剪的 它不是用燙的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個頭髮就是 它後面會有一個厚度 嗯 厚度會堆在下面 所以頭髮在吹的時候 它不會閃掉 它不會防掉 這樣才是經典 這才是經典 喔 我做的就是經典環原啊 基本上 你看我做的造型 會再看 你再對比歐美的那種 電影的造型 嗯 其實這個就是 稍微跟大家 聊一下 聊一下 我們這個留了半年多 的一個心得 留中常法的一個心得 那接下來我覺得 就是一個持續追蹤啊 因為我也想說 嗯 我們讓人 很多人 都想要留中常法 尤其這種 讓人頭 它就是 一個經典 至少 大家有個 機會 可以留一次常法 援個夢 對 感受一下 這種中常法的魅力 差不多是這樣 那就這樣子 就這樣 那大家有興趣 就自己找一副 IG 私訊他 要就直接約起來 對 然後 預告一下 有禮貌一點 等一下 要有禮貌一點 要不然他不會回你 預告一下 我跟威依就是 在做這種 濕感的造型點 因為我們 你要直接說出來了嗎 對不對 我們直接要預告 就一定要做出來 我們要做出來 我們現在已經快做好了 不是嗎 對對對 我跟你講我們碰壁很久 因為真的是 一直做不到我們要的 濕感跟造型維持度 我們想要做這種濕感 對 我跟你講我們就是要做濕感的造型 造型品 濕感膠 對濕感膠 那 為什麼之前都沒有跟大家提起呢 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東西 要能說服自己 一定要比市面上的品牌 都還要厲害 還要好用 我才會介紹給大家 所以我們真的做了十幾年 花很多時間 二十個版本 都目前 都還沒有到一個非常 完全厲害 對 完全厲害 沒有到一個很滿意的狀態 對 那真的是希望 今年 年中 有機會跟大家來見面 對 那在這過程之前 大家先把頭髮留起來 哈哈 對 那當然說這個造型品 也不見得說一定是中長髮使用 就是 女生極端髮 這種日系造型 也可以 對對對 那這個也是 威藝的 一個 創業的品牌 那也是跟伊布老師一起的 所以 大家 未來 多多支持 期待 多多支持 我們絕對是用最屌 最高級的東西 讓你出來 這個完全異性緣爆棚 炸牌炸力 那你怎麼單身那麼久 蛤 我 我是因為我要專心工作 哈哈 是喔 OK啦 就這樣 我這個影片已經超長了 長期追蹤 好不好 那記得 人生再辛苦都記得 保持微笑 掰掰 掰掰 我們不會做的 我們不要緊 看看 我們不會做的 我們可以做的 太行 我們不會做的 太好了 這樣 做得好 做得好 我們不會做的 大 stirred 不夠 我們不會做的